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解第七章资产简直的细题 首先看第一部分单选题,第一道题 2020年1月1号,甲公司支付价款1800万元 以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的方式 购买了乙公司60%的股权 在购买日,乙公司可编认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300万 公允价值为2500万,没有负债和或有负债 2022年12月31号,乙公司可编认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500万 按照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为2600万元 没有负债和或有负债 甲公司认定乙公司的所有资产为一个资产组 确定该资产组在2022年12月31号的可收回金额为2700万元 经评估,甲公司判断乙公司资产组不存在减值几项 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在2022年合并利润表装 应当列报的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是多少 在讲这道题之前,先解释一下这句话 经评估,甲公司判断乙公司资产组不存在减值几项 怎么去理解 我感觉咱们有的同学在思考这道题时 有这句话和没有告诉你这句话 可能对你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没有这句话,你可能也不想这件事情 有了这句话,你也不想这个事情 其实这句话是有一个问题的 实际上是包含一个知识点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基础班科节里面讲到 包含有商与的资产组 我们今天这个资产组是非统一控制企业合并的 等一会儿我们一计算就知道它是包含有商与的 包含有商与的资产组 在进行减值的时候要注意 分两步 如果包含与商与有关的资产组 本身,资产组本身有减值几项 我们先对不包含商与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然后再进入第二步 再对包含商与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分两步走的 那这道题简化 它已经假定这个资产组不存在减值几项 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第一步了 直接进入第二步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际上是有商与 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支付的价款是1800万 这是企业合并成本 相余的份额是多少呢 2500万的公允价值乘以60% 价款是1800 减去2500的60% 所以归属于假公司 它的商与是300万 这个算出来以后 接着我们再算总商与 总商与是多少呢 其实我们上课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60%对应的是300 那你说100%对应的商与是多少 60%对应的是300万 100%对应的是多少 那不就按比例就可以算出来的吗 算出来X等于多少 那就是500万呗 60%对应的是300万 100%对应的是X X就是500万 总商与是500万 我只要算出总商与就可以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与 我不用去管它 我们教材上比较啰嗦 把少数股东商与算出来 然后再加上某公司的商与 合起来是总商与 我们一步到位 直接算出总商与 为什么要算它呢 我们拿到这道题 会不会做 你首先一拿到这道题 你就思路 一个简直的思路 他问你有没有简直 那首先要看这个资产组的 可收位进了多少 然后再算这个资产组的占名价值 这个资产组的占名价值要注意 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过 它不仅包括资产组 可辨认的这一部分账产价值 当然这个账产价值 一定要按照什么进来算 按照购买日光影价值 持续算到今天的结果 也就是真正的账产价值 我们这个账产价值是加引号的 相对而言的账产价值 是2600 而不是这个2500 这是可辨认的这一部分 对以公司这个资产组来说 它不仅仅有可辨认的 还包括什么 不可辨认的谁 总商与 总商与是多少 刚才已经算出来是500 这两个合在一块 是这个资产组的账产价值 为什么要这样算呢 是因为资产组的可收费金额 是包括可辨认资产 包括不可辨认的商与 他们共同创造的结果 共同创造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他们共同做出的一个贡献 得到了一个可收费金额 那既然是包括可辨认资产 包括商与在内的 整个资产组带来的可收费金额 是2700 我们与这个资产组的 账产组价值仅仅比较是口径要一致 口径要一致不仅包括可辨认的这一部分 账产价值2600相对而言的 按购买日公运价值持续计算到今天的金额 其实相对而言的账产价值 还要加上商与本身 而且是总商与 不仅仅归属于某公司这一部分 还有归属于少数股东这一部分 他也做出了贡献 这样加在一起以后和他仅比较 口径一致 这么一比 简直到多少 这是三千一 两者相加三千一 这是两千七 简直了四百 简直四百 那么这个四百 是不是说我们在报表上 劣质的简直金额就是四百 不是这样的 总商与是五百 其中某公司是三百 归属于某公司是三百 归属于少数股东是两百 我们在合并利润表上 只体现归属于某公司的那一部分 总共简直四百 我们不能把四百直接充这个五百的商与 简直了 首先充减商与是没有错的 但是在合并报表里面 只体现归属于某公司那一部分 所以这个商与也要 就是说四六分开 四六开 某公司拥有百分之六十 他承担百分之六十 两百四 然后少数股东是一百六 因为少数股东 他的简直的金额呢 在表外体现 而在合并利润表当中 只体现某公司那一部分 所以甲公司在合并利润表中 一旦列爆了资产 结果损失的金额 那就是 两百四 必选项 不是这个 必选项 两百四 然后这道题的思路是这样的 好了 那这样一解释 那这个计算的过程 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就不用再一个一个说下去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2021年12月31号 甲公司以银行存还1.2个亿 外购一栋写字楼 并立即出租给已公司使用 租期五年 每年末收取租金一千万 该写字楼的预计 使用年限为二十年 预计进残值为零 才有年限平均发起多久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成本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2022年12月31号 甲鞋字楼出现减值迹象 可收为金额是1.1、2亿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与甲鞋字楼相关的交易或事项 对甲公司 2022年营业利润的影响 金额是多少 就这个投资性房地产来说 影响营业利润的 由来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租金的收入 这是流入 去年底开始租的 那一年一千万租金 这是其他业务收入 另外是成本模式计量 成本模式计量就意味着要提折旧 1.2个亿 20年 在一年多少 那一年就是600万 所以折旧要减掉 影响利润 营业利润600万 因为它是积到其他业务成本里面 除此之外呢 还有减值几项 减值几项 我们就要算一下 有没有减值 减值多少 在减值之前 占面价值等于多少 等于1.2个亿 你今年刚刚是第一年嘛 提了一年的折旧 600 那么一减完以后是11400 可受费金额是11200 可受费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200万 意味着减值200万 那这个减值是基础资产减的损失的 也是属于营业利润 这个项目的金额 那所以这道题还考到营业利润 哪些算在营业利润里面 资产减值算不算 算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收入1000万减去 其他业务成本600万 再减去资产减资产损失 那么剩下还有200万 那么答案是A选项 那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 思路要清楚 根据这个题目 我们怎么去找出条件 根据要求 他算这个营业利润 那我们就看哪些会影响 把它一个一个算出来 答案是A选项200 那这一块也列到计算过程 供大家参考一下 下面第三题 下列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 不影响利润表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 列报金额的是谁 单选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 下面这些资产的 发生的减值 不是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 不影响 A使用权资产发生减值 要寄到资产减值损失吗 要的 这个科目大家不太熟悉 就是它的减值不太熟悉 我们在租赁里面要知道 而这是使用权资产 其实我在租赁那一张 基础方向科技里面 补充过 使用权资产减值的快捷处理 要记录资产减值损失 而且它的减值损失和这个第七张 资产减值这一张 资产减值准则所规范的资产 要求是一致的 一旦确认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将来是不可以撞回的 你把使用权资产可以理解为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道理是一样的 B 合同履业成本 合同履业成本其实是属于从货的范围 有一部分是属于从货的范围 当然也涉及到这个科目的减值 我在收入类的范围 技术办科技里面补充过 它的减值的处理 那这个减值是记录资产减值的 类似于从货的减值 C 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它是收入类的范围 它是不包括在金融资产里面 但是请大家注意 它是按照金融工具减值的要求来做的 所以很容易误导合同资产 和金融资产在一起提减值 借信用减值捏的损失 不是这样的 合同资产这个科目 毕竟它不属于金融资产的范围 它是按照收入准则来做的 所以它的减值 记在资产减值捏的损失里面 以前教材这块没有明确 那么金融资产这一块做了修改 其实我去年在上课的时候 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调整 我们在基础办科技里面 按照新的要求来讲的 那金融资产把这块明确了 那么所以这块要注意 它也是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的 它不像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机体减值是记载 信用减的损失 那么第四个其他债权投资 它属于金融资产 所以它的减值是记录信用减的损失 那也说明一个问题 这道题答案是D选项 当然这道题反过来可以出多选题 如果出多选题的话 它说影响资产减值损失的 我感觉这个题目有同学就会错 他会选A和B两个 他认为C是属于金融资产那一块的 就它很可能就让你误导 是记到信用减值损失 不是这样的 要区分开的 好了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D选项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下面会拉一张表 其实在基础方科技里面 讲过这个问题 这是个考点 也许就是两分 这个分数不难的 只要你细心一点 不是很难的 哪些基到信用减值损失 哪些基到资产减值损失呢 债权投资应收款项 长期应收款的都是应收款项 还有其他债权投资 还有租赁里面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另外还有金融企业的贷款 金融企业的 像这些 都是基础信用减值损失 相反 这些是基础资产减值损失 但是要注意这些 不仅仅是今天资产减值这一张的内容 从货 它就不是资产减值准则范围的资产 它的减值基础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作战记号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资产 发生减值 基础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作战记号 不是刚刚给大家考虑一下合同资产吗 还有什么 合同举得成本 合同履业成本 像这些都要注意 接下来这一些 其实毫无疑问 这是资产减值准数所规范的资产 它们的减值都基于资产减值损失 毫无疑问的 好了 这是一张表 接下来再做一道题 下列资产发生减值后 确认的减值损失 在以后期间不可转回的是谁 A选项使用权资产 刚才我已经说了 使用权资产 如果发生减值 所确认的减值损失 如同无形资产一样 如同固定资产一样 在以后期间 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是不可以转回的 答案是A选项 像这一些呢 注意 它们都是可以转回的 都是能够转回的 那就这个问题 我再归拉一张表 这道理答案是A选项 再归拉一张表 哪些能转回 哪些不能转回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应收款项 应收融资款贷款 像这些都是可以转回的 不仅仅这些 下一页 从获持有代售 除了这个 持有代售资产 如果说有商欲 作为持有代售资产 它是不能转回的 这个在第15章 有说明 以及合同资产 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领约成本 好了 那这张表要注意 能够转回的 我们今天是习题版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冲丝版 我会在冲丝版里面给大家 再归拉这一些 写上考 什么叫考 考不是 考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考点 作为考点 概率比较大的 像这两张表 包括前面道题的这张表 和这道题的这张表 都要掌握 不能转回的 其实就是今天资产 简直准则 所规范的一些资产 不能转回的 好了 这张表两分 那下面我们再看 这一张的第二步子 多选题 第一道题 甲公司于2020年6月20号 以银行充满1500万 外购一条生产线 并立即投入使用 预计使用年限为15年 预计禁残值为0 采用年限平均法替折旧 该生产线2020年未发生减值 2021年12月31号 估计可收费金额是1209万元 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13年 预计禁残值为0 仍然采用年限平均法替折旧 2022年12月31号 估计可收费金额是12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令关于该生产线 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有哪一件 无非就是算算减值 算算占名价值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2020年6月20号 银行参考51500万取得的 2020年没有发生减值 2021年可收费金额是12059 那我们要算一下 既然题目给了我可收费金额 我要算一下 在减值之前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2021年啊 我们直接算2021年 2021年账面价值多少 账面价值在提减值之前 等于1500万 除以15年 年限平均法替折旧 近30V0 陈宇宇注意了 6月20号取得的 到今年是1.5年了 这一除100万嘛 那就150万 是不是 一年半 150万 150万 原值是1500万 那就意味着账面价值 等于多少 1500减去 这就等于1350 1350 1350与账可收费金额 1209相比 那就发生减值了 减一下 1350 发生减值 多少 那就是41 141 我看一下啊 直接看一下计算过程 141 在这 好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2021年12月31号 该生产现的账面价值 就是可收费金额 1209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减值金额 那这个对的 我们已经算出来141 2021年12月31号 该生产现的账面价值 1350不对 1350 2021年应该是多少 1209 应该是1209 所以B是错的 接下来我们算2022年 因为C和D又说2022年 既然2021年发生减值了 我们就应当以 具体减值以后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1209 从下一年开始提着 也就是说 自2022年开始 应该是1209 除以多少年 预计还可以使用13年 除以13 再乘以 除以13 那就可以了 那除以13年就可以了 算出一个 折旧 然后将1209 减去它就行了 这个我口算算不出来的 1209 除以13 然后减完以后 是1116 这是它的账面价值 1116 再看一下 可收费金额 今年是1,200 账面价值 低于可收费金额 没有发生减值 说明2022年 没有发生减值 但是 注意 也不能转回 也不可以转回的 所以在2022年 12月31号的 可这个账面价值 应该是多少 应该就是 1116 所以C选项是错的 应该是 1116 不应该是这个数字 最后 2022年 12月31号 干预生产期的 累计 折旧的余额是多少 243 243怎么来的 一个是前面150 还有一个是 2022年提的折旧 两者相加243 那说明这是对的 因为这两个 都已经错了 我确定这个错 这个大概率是对的 是不是 但我得要算一下 算完以后 核对一下 所以我们这道题 正确的有A和D 两个选项 那这道题 无非考虑哪些支持点呢 就是有关 固定资产减值 如果发生减值了 那么要注意 从下一期开始 按照减值以后的 占面价值 提着就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考点 那就是2022年 即使价值回升 不可以转回的 已经确认了 资产金的损失 不得转回 即使占面价值 小于可受惠金 也不得转回 好 那么第一道 多选 讲到这 下一题 下列 关于固定资产减值的 表述中 不符合资产减值准则 规定的由来 不符合 A 预计固定资产未来 现金流量时 应当考虑与所得税 收复相关的现金流量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不考虑 所以不符合 是答案 不要考虑 我们这个现金流量 是所得税前的 对应的折现率 折现率也是税前的 所以他们口径是一致的 都是所得税前的 所以在算现金流量时 不需要考虑 所得税的收复 B 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客的进额 高于其占面价值 但是 限值低于其占面价值 进额是高于占面价值 限值低于占面价值 则应当继续减值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进额和限值 只要有一个 高于其占面价值 就意味着这个资产 不发生减值 因为可受费金额 是两者取个较高的 你既然进额 高于占面价值 就意味着可受费金额 是高于占面价值 所以B的说法是错误的 不符合的 也是答案 C 在确定固定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应当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 与改良有关的预计 现金流量的影响 错误 不应当考虑改良有关的 你改固定资产改良 就是更新改造 将来会引起 现金流量的大进大出 你已经脱离了 原先资产的当前状况 与资产当前状况不相符了 所以不应当考虑 所以C也是答案 D 单项固定资产本身的可受费金额 难以有效估计的 那么就以其所在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可受费金额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某项一般情况下 我们单项资产直接以其占面价值 与可受费金额进行比较 但如果某一项固定资产本身 可受费金额难以估计 那我们就应当以其所在的资产组 来确定可受费金额 所以D的说法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答案是ABC 三个选项 好 这块也做了分析 下一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时 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考虑的因素有来 不应当考虑 答案做的时候别做法 A选项与所得税收复有关的现金流量 不要考虑 是答案 B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 不要考虑 筹资活动不用管它 是B选项 是答案 C 与固定资产维护支出 有关的现金流量 这个需要考虑 这是维持资产的当前状况 是维护支出 而不是改良支出 改良支出不需要考虑 维护支出需要考虑 所以C不是的 C是需要考虑的 D 与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事项 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没有承诺的 充足事项 不要考虑 已经承诺的需要考虑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D也算一个 ABD三个选项 好 做了个分析 下一题 下列关于商与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有 讲商与的问题 A 商与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进行检测试 对的 商与本身 它是一个不可辨认的资产 所以它不能单独分离开来 应当与其相关的资产组 甚至与资产组合结合在一起 进行检测试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B 与商与相关的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发生的减着损失 首先抵减分摊至 资产组和资产组合中 商与的账面价值 这个说法是对的 有商与我们先抵减商与 如果商与 足够的大 你减着金额抵完以后还有商与 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 如果商与不足以抵减 这个减着损失 剩下的部分 我们再在这个资产组合组合里面 按照其账面价值进行分摊 所以B的说法是正确的 首先抵减商与的账面价值 C 商与资产负债表 不存在减着几项 无需对其进行减着测试 这个说法是错的 商与不管有没有减着几项 都应当进行减着测试 所以C不是答案 B 与商与相关的资产组和资产组合 存在减着几项的 首先对包含商与的资产组和资产组合 进行减着测试的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一节课 讲的第一道题单选题 当然是那道题里面 他说经判经评估 以公司资产组 不存在减着几项 但是要注意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与商与有关的资产组 有减着几项 我们首先对不包含商与的资产组 进行减着测试 然后再对包含商与的资产组 进行减着测试 分两步走 我们前面讲的那道题 它没有资产组本身没有发生减着 所以可一步到位 那如果与商与相关的资产组 存在减着几项 我们首先对不包含商与的资产组 进行减着测试 然后再对包含商与的资产组 进行减着测试 所以D的说法是错误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和B两个选项 好 那么第七章 我们主要是讲这些客观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 负债 主要也是客观题 首先看第一部分 单选题 第一题 假上市公司2021年1月1号 按面指公开发行两个亿的可转债 五 发行费用 该可转债 发行期限为三年 票面连利率为2% 每年1月1号支付12年都利息 债券发行1年以后可以转换为股票 同期二级市场 不富有装转换权的债券市场利率为5% 假设2020年1月2号债券持有人将其持有的面值为一个亿的可转债 转换为普通股 转换条件为 按照债券面值 每10元转换普通股一股 每股面值是1元 以至相关的年金限制吸收 福利限制吸收 不考虑其他因素 2022年1月2号转股时 产生的股本溢价的金额 这道题呢 实际上是一个小计算 去年我在讲课的时候 习题班 摩考班 包括轻松公安寺里面的题目 都有不同的题目 包括还有金融市场里面 都涉及到年金限制计算 福利限制计算 包括可转债 有同学说 我这个老师特别喜欢出这个题目 可转债的题目 好多题目 轻松里面几套 世界里面都频繁的出现这个 很反感 但是果不其然 去年的考试 就考到主关题 有关可转债的会计出 计算 写分落 写理由 甚至有一道题的 有关可转债的答案 写理由 那就是青丝上 题目答案抄价 所以你不要嫌这个麻烦 我们给你们整理的 这个题目 或者是编的这些题目 都是有目的的 希望你朝这个方向 去查缺补录 看这块有没有掌握好 那既然给你出了这个题 你都不愿意做 那其实你就回避了 所以像去年考试呢 就考的这种主关题 客关题都有这个 有同学是不愿意做这个 那你分数就没有了 就丢了 所以给你们提供这个题目 都是引导你呢 关注这个知识点 不是说你静静就把这道题 做完就OK了 不管是对还是不对 做完就OK了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是有目的 这里扬模 不是阴谋 引导你去 关注这块知识点 考试题 不是这个原题 但是你要把这个知识点找 我刚才就说了 去年考试题 那就数字改改 分路是一样的 数字改一下就行了 理由是一样的 理由你 甚至你就把 青森公安寺那道题的理由 全抄下来就可以 所以还是要多 根据老师的这个题目 去多思考 不要根据自己的判断 这块特别烦 然后就不愿意掌握 这是讲到这道题 想到这个问题 给大家说明一下 好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 这道题 那无非就计算了 先算一下负债成分 然后再算出权益成分 负债成分算出来以后 我们期末算一下 利息费用是多少 也就是算出它的 汤移成分 然后第二年 根据节目的条件 2020年1月2号 转股编制 转股的分路 才能算出资本公积 股为一价的金额 这道题 没有办法说 我们随便 看看就能看得出来 它不像前面 刚才那个文字题 需要去算 甚至写分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算一下负债成分的 出示确认金额 等于利息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加上本金乘以福利限制系数 算出来负债成分 因为是面值发行的 所以权益成分 一减就出来了 发行价格 两个亿 减去负债成分 那就是权益成分 既然负债成分有了 那么在2021年12月31号 该项应负债券的汤移成分 等于 七出汤移成分 乘以匡 一加5%的实际利率 然后减去 这是应负利息 当然也有同学说 哎呦 这个我看不懂 这是减花了一下 直接以列式子的 考试不要求列这个东西 操考纸上算 我们操考纸上怎么算 我倒不建议大家这样写 因为我们要把它过程分 写出来 我们要这样列式子 那如果是我考试的话 我在考试上 我不会算 在操考纸上写这些东西 我会怎么样呢 我会写分 把分诺一写 画个定义几个账户就出来了 分诺不需要写的特 因为是操考纸上写的 你不要写的特 一个字不差的都写出来 简简单单的写一下 银行存款两个亿 带应付债券面值两个亿 没错吧 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金额算出 1634.72 所以这个利息调整 跟它是相等的 那这两个合在一块 其实就是 起初贪运成本 18365.28 18365.28 实际上就是总占 那接下来 12位31号 刚才一个市子过程 就这个市子 一直到这来 其实是这笔分路 借财务费用 起初贪运成本 乘以实际率 918.26 但应付利息400 这两个相减 就是利息调整 贪销的金额 那利息调整 贪销的金额 实际上表示 应付债券的金额 增加了 是不是 增加了 所以这一加5% 其实是 含在一起了 实际上这个市子 是这样来的 你把这个一加5% 拆开来 这是起初的 一表示起初的 加上一个5% 实际上就是这个5% 然后减去400 减去400 就是等于 把这个数字加上去 再起初 18365.28 加上这个数字 就是等于 它的期末 贪运成本 就这个数字 好 那接下来 转股的分路 其实这道题 是考分路的 这道题会做 比如说 比如说我去年 我去去年上课的时候 我也让大家做过这个题 比如说你在做客观题 我们不是做客观题 哎呦 这么烦 其实是为了练习的 我们不能说 把每道题都 主观题都编好 我们不知道考哪个 但是我们以不同的形式 题型 来考察 去年考试 就是考试三笔分路 这笔分路 第二笔分路 第三笔分路 那这道题 客观题 虽然说是客观题 但实际上就是主观题 你不要认为 科观题考不到这个程度的 没关系 考主观题 你做客观题 做你的呗 借应付这些面指 注意 一个亿转股的 不是两个亿全转 借其他全营工具 按比例 转一半 带股本 算出来是一千 这个前面有 转股价 可以算出来的 一万 除一十 我们看一下题目条件 转股价 每十元 面质 每十元 转一五百 除一十 转股价 其实就是十元 然后这个利息调整 这个数字 也是转一半 问题是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下面看一下 定义之间的场合 利息调整 本来是在 界方 1634.72 当初在 出 这个地方 1634.72 在界方 然后刚刚呢 截转了 一半 截转的是 518.26 然后这个要算一半 两个合起来 还有余额 这什么意思呢 518.26 在这儿了 就是这个数字 其实就是这个数字 你也可以不算这个 这个你也可以不算 但是你要 一定要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可以 好 那这个数字算出来以后 代方 代方呢 然后余额是 1116.46 但是要注意 转一半 所以这也是一半 这也是一半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半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这是利息调整 明细科目的余额 因为我们做 如果写分路的话 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然后算出一个 这是差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差额 最后的差额 因为这个数字是一半 那么最后差额就出来了 好了 那么这道题 求的就是 资本攻击的金额是多少 A选项 9259.13 9259.13 好了 其实就单做一个主官题练习一下 下面我们再看一道单选 假公司为一家旅行社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因交增值税 采用差额振税的方式核算 注意这个还没考过 我们说虽然这个老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考试啊 这两年都喜欢考 待会要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企业实务当中有税控机 咱们有的同学不是做财务的吗 那都知道的 你们单位有这个税控机 开票的 以前都不考的 作为那门的 但是这两年呢 都考了 但这个知识点还没考过 所以编个题目练习一下 踏额振税的方式 2022年假公司为乙公司提供职工的境内旅游服务 向乙公司收取含税价3.18亿 其中增值税是1800万 全部款项受夺入战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其他 集团的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和其他单位的相关费用是25440 其中允许扣减销项项税 而减少的肖像税金额是1440 这是肖像税额抵减的部分 不是净像税额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交易或事项 影响假公司2022年度损益的金额是多少 对假公司来说 一方面影响损益的金额无非是 一方面是收入是多少 第二方面成本是多少 题目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分路 第一笔分路 确认收入借银行存款总共是31800 带主营业务收入替除掉增值税 销向税 三个亿 带销向税 1800 第二笔分路截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也是替除掉增值税类费 那个增值税叫销向税额低结 不叫建项税 1440 所以呢 这个主营业务成本是24000 那这两个数字出来了 那么影响损益的金额就出来了 6000万呗 所以是A选项 题目本身比较简单 就是比较冷门 我们书上有立体 不熟悉 好 下一题 甲公司为增值一般纳税人 2022年4月纳税申报期 甲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的流底税额 在税务机关转移流底退税时 甲公司应按税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流底税额 借记应交税费增值税流底税额 代记什么科目 这个说明一下 这个知识帖我们教材上没有 这是今年刚刚会计司呢 有个新的一个要求 有一个解读 关于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呢 这个相关规定做了个解读 其实咱们有的同学做实物的熟悉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今年呢 有这个增量的流底税可以退 可以退的 退税的 那么退的时候怎么退呢 那就是税务机关先要核准一下 核准以后表示这个按照这个可以退了 我们企业做什么样的分路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流底税额 代方代什么呢 代净向税额转出 这有净向税 有代抵扣净向税额 有减免税款 应该是净向税额转出 B选项 那这儿我们做了个解释 其实就是刚才题目里面所提到的 我刚才也说了 这是个补充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儿先花点时间 看一下 不就个单选吗 五分钟搞定吗 如果考到了 那不就是我们的一个隐意外收入吗 别人不会做的 咱们会做的 那以防万一 增值一般纳税人对增值税期末流底退税这个业务 在税务机关核准流底退税时 按税务机关核准允许退还的这个流底的税额 借应交税费增值税流底税额 代方代什么呢 代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净向税额转出 这是第一步 核准的时候 然后接着第二步 税务机关退还了 退了这笔税给我了 我拿到钱了 借银行送还 代应交税费增值税流底税额 刚才在借法 那现在收到了 我从代板冲掉 关于这笔业务呢 我画一个丁字形账户 把这个流程给大家说一下 这什么意思呢 咱们有的同学呢 不做实物 不太理解这个问题 做实物的同学 哎呀 看到这个题目 我觉得我今天 没有这个题 假如考到了 我哪怕没有这个题 我估计你都会做 因此我们今天 不管你在实物当中 有这个经验 还是咱们有的同学 根本就没有这个经验 我就没做财 我是不做财务的 因为CPA的学生 他不一定都是做财务的 说明一下 其实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初我构进商品 或者固定资产市 你积累了大量的净向税 我们在基本 基础方科技里面讲到 销向税额 比如300万 净向税额200万 那么你本期要交纳是100万 但是也有可能反过来 净向税300 销向税额是200 那那个100呢 不要随便转了 那这个净向税额呢 实际上是流底在那儿 净向税300 销向税200 那么这个净向税额呢 它就是挂在那儿 有一个100 流底那儿 那么今年呢 我们国家呢 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 一些政策问题 可以把这一块 可以退给企业 那退给企业 说明什么 我当初在什么地方 我当初在净向税额 在净向税额那一块 今天要退给企业了 因为企业没有那么的足够的抵扣 所以呢 就干脆呢 就把这个退给企业 其实也是一种 这个税收的一个优惠政策的问题 那么在退的时候 首先要税务机关核准 核准以后 就是刚才我们考的那笔分路 借应交税费 增值税 留底税额 待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向税额转出 你不能带净向税额 因为净向税额是什么科目 是借饭专栏 它不是贷饭专栏 它是借饭专栏 你不能带净向税的 不能搞个净向税额再贷 所以我们通过什么呢 叫净向税额转出 其实最终就相当于 把那个净向税给截平了 然后等我们收到的时候 我们借银行从来 带应交税费 增值税 留底税 那这个就平了 是不是 所以在实务当中 有的单位就简化 它简化的是什么呢 借银行从来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向税额转出 平时平了 但是不规范 我们在这说明一下 考试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就刚才所讲的 第一步做什么分路 第二步 收到时 做什么样的分路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其他的 我们实务当中 碰到的有的女同学说 我们不要抵扣的 我们不要申请的 那么等等一些问题 咱在这就不方便说了 好 那下面我们看 本章的第二部分 多选题 第一题 甲公司2022年度 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第一 甲公司从其母公司出 购入已公司90%的股权 实际支付价款9千万 另发生相关交易费用45万 甲公司取得已公司90%股权后 能够对已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实施控制 这是控制 无论是它是统一控制 还是非统一控制 这个45万交易费用 我想问大家 寄哪 管理费用 第二小题 甲公司已发行 本公司普通股作为对价 取得炳公司25%的股权 发行过程中 支付券商的佣金手续费30万 取得炳公司25%的股权以后 能够对炳公司财务经营政策 施加重大影响 权益法 我想问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佣金手续费 进哪 充减资本公金 如果不足以充减 充什么 留存收益 好 这是第二小题 第三小题 甲公司案面纸发行 分期付期 到期还本的债券 50万张 民意上是面纸发行的 但是注意 有手续费 实则价款是4975 那么问大家 这个手续费进哪 发行债券的交易费 实际上是记录 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民意上说是面值发行的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折价发行的 因为你付掉这笔手续费以后 是折价的 比如面值是5000万 你现在实际上是4975 折价发行的 也就是说这个25万 影响谁 影响应付债券的初始 入战价值 或者说初始确认金额 不寄到什么费用里面去 四 甲公司购入丁公司 发行的公司债券25万张 实际支付价款2485 另外支付手续费15万 甲公司购进这个金融资产以后 将其分类为 以公营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么想问大家 这个15万进哪 这个15万 其实是进入该金融资产成本 那实际上就2485 再加上15万 2500万 相当于初始确认金额是2500万 反之如果这道题 甲公司将其分类为 以公营价值计量 进去变动 进入当机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15万是进入投资收益 进到投资收益 借款营仍损益的 好了 这道题其实就是考不同的交易费用 分别怎么合算 这就是多选题 很多张杰跨的金融资产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 还有负债的都在里面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里各项 关于甲公司 上手交易或事项 发生的交易费用 会计处理的表述上 不正确的有来信 我们刚才一个一个解析了 那下面答案就出来 A 发行公司债券支付的手续费 直接记住当期损益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不正确的 是答案 A是答案 B 购买丁公司债券时支付的手续费 直接记住当期损益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那是其他债权投资 应当记入该项金融资产的 出使确认金额 B是答案 C 购买丁公司股权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 直接记住当期损益 丁公司是达到控制 那这个属于 记住管理费用 但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它不是答案 D 为购买丁公司股权 发行普通股市 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直接记住当期损益 丁公 发行这个丁公司股权的时候 支付的这个 那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C 这个D 说法是错误的 是答案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D 三个选项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题 企业发生的下列税金装 应记入税金及附加科目的由难线 A 返产税 是吗 是的 B 更地占用税 是吗 不是 这个是记住再进工程的 印花税 是吗 是的 车船税 是吗 是的 所以这道题 ACD 三个选项 那这一块呢 给大家也归纳一下 这是我们在基础方 科技里面给大家已经归纳过的 哪些基础税金及附加科目呢 比如消费税 企业销售 应交消费税的产品 所交纳的消费税 要寄到税金及附加里面去 资源税 企业销售 应交纳资源税的产品 所交纳的消费税 第三是土地增值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入房地产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既在税金及附加里面 还有这四个税要做上记号 房地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产税 印花税 这四个都是寄入税金及附加 注意这个 有些同学可能做会计 或者说学会计 是老会计了 你已经是老司机了 曾经把印花税 是寄到管理费用的 现在改了 全部寄在税金及附加里面 注意一下啊 这四个小税长 都寄到税金及附加 另外成建税也是的 还有一个我们教材上没有提到的 实务当中有这个 教育费附加 接下来这两个注意一下 不通过印交税金合算 注意啊 不通过印交税金合算 印交税费合算 印花税 直接通过银行存款 根据占预税 直接通过银行存款 所以这块考的时候请注意一下 前面考的是考借房 借房是否记住税金及附加 这两个考什么 考贷房 是不是贷 印交税费 是这样来考的 请大家注意 有的同学呢 拿到这题 印花税 不是 他说那是寄到税金及附加的 那是借房的问题 现在考的是问题 代房 不通过印交税费合算的 印花税算不算 算一个 好 这道题主要是归纳一下 这个指示点 难度不大 就是学会归纳 下一题 下一题 下列各项 关于负债的会计处理状 正确的有 A 小规模纳税人将自产的产品分配给股东 视同销售货物 计算交纳的增值税 应当记归销售成本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题目说是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分配给股东 视同销售没错 但是因为这是分配 所以要通过利润分配来核算 A的说法是错误的 第三 资产负债表日将发行的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按表面利率计算 应付未付的利息增加 应付债券的占面价值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发行的叫什么一次还本付息 就是到期还本付息的 那这个要寄到应付债券 应寄利息 所以也就增加了应付债券的占面价值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C一般纳税人购金货物 用于免征增值税 其净项税额要记入相关成本费用或资产的科目 既然是免征增值税 所以这个净项税额呢 不存在抵扣的问题 有的是寄入成本费用的 有的是直接寄入资产成本的 寄入资产的成本 好 这个C的说法是正确的 D 介入长期借款时将实际收到的款项 于介入本金之间的差额 介入当期损益 那这个呢 注意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一个折价的 一般情况下有可能是折价的 溢价的基本上没有 我们债券有折价溢价 但是长期借款主要是从金融机构的 那有可能是折价的 那么实际收到的款项和本金之间的差额 那就是折价的 那这种情况下是寄到利息调整里面 长期借款呢 除了本金还有利息调整 如果一旦是折价 那应当记住利息调整 而不是直接记住当期损益 所以D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和C两个说法是对的 下一题 对于企业发行的 按固定利率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的长期债券来说 在采用实际利率法 贪销债券折价时 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下列表述正确的意欲 A选项 随着割期债券印价的贪销 债券利息调整的贪销金额 将逐期减少 这个有点复杂的 就这道题 如果考到这个选择题的话 很多人是拿不到这个分数的 因为它的综合性特别强 你需要对债券一折价的题目 非常熟练 才能判断出这个文字的东西 判正确 说法是否正确 这比你做一道客观题 计算写翻诺 还要复杂 债券这道题是溢价的贪销 利息调整的贪销金额将逐期是增加的 这个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会做一个分析 其实我在这儿先说一下结论 我在上课的时候 基础帮科技里面讲过这个问题 无论是折价发行的债券 还是溢价发行的债券 它的利息调整的贪销的金额 都是逐期增加的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会儿给大家解释 先把结论说一下 B 随着各期债券折价的贪销 利息调整的贪销金额将逐期增加 这个说法是对的 刚才我就说过 无论是溢价还是折价 每一期利息调整的贪销金额 都是逐期增加的 所以他说法是错的 这道题问的是溢价 这是折价 其实无论是折价还是溢价贪销 贪销的金额 利息调整的贪销的金额 都是逐期增加的 等一会儿解释理由 A和B是同一个支持点 C 随着各期债券溢价的贪销 债券的贪于成本 将逐期减少 注意 他说的是溢价的贪销 说明当初是溢价发行的 溢价发行 我们贪销到什么程度 最终贪销到等于面值 你既然是溢价的 那么当初的贪于成本 是高于面值的 随着你不断的贪销 贪于成本将会逐期减少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B 刚才说是对的 这个C 说法是正确的 D 接着割期债券 折价的贪销 债券的利息费用将逐期增加 大家想一想 折价 意味着当初的 期初贪于成本 要低于面值 我们不断的贪销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回归到面值 无论是溢价贪销 还是折价贪销 都是回归到面值 比如五年期的 到第五年的时候 第五年末 关于应付债券 的汤云成本 就回归到面值 等于面值了 最终就还本负息 还本经级 最后一期的利息 我们这是分期负息的 固定利率的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债券 如果你是折价 当初是汤云成本 是低于面值的 那么你在不断的 恢复的过程当中 汤云成本 问大家一个问题 汤云成本会逐期增加 还是减少 它会增加的 这和C是反的 意味着贪销 是因为当初 那个汤云成本 比面值高 虽然你不断的贪销 那个汤云成本 就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减少 最终回到哪 回到面值 所以它的汤云成本 将会逐期的减少 如果是折价的贪销 大家想一想 那个汤云成本 会怎么样 会逐渐的增加 增加到最终 达到什么程度 达到面值 逐渐增加 大家注意 无论是意味着贪销 还是折价贪销 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都等于什么 等于七图 汤云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固定的 七图 汤云成本 在逐渐的增加 那么利息费用 也就会逐渐增加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 正确答案是 BC的三个选项 那怎么出来的 我们下面 给大家画一个表 来分析一下 先讲溢价发行 溢价发行 汤云成本将会逐期 怎么样 减少 这个应该能够理解 溢价发行 比如说 你原来是1200发行的 面值是1000 所以说你的摊销 期初 汤云成本将回 最终到 回归到面值 比如三年期的 到第三年末的时候 那就回归到面值1000 所以这个 汤云成本将会逐期减少 原来1200 不断摊销 不断摊销 最终到哪 到1000 那么就逐期减少了 利息费用 我问大家 利息费用是逐期增加 减少 你首先要清楚 利息费用是怎么算出来的 但因为 起初 汤云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随着 在溢价发行的情况下 随着 汤云成本 逐期减少 那么你的利息费用 也将会逐期减少 对 也会逐期减少的 再来看第三部分 利息调整 贪销金额 利息调整 贪销金额 你可以想一想 那个会计分路 借房是借利息费用 也就是财务费用等等 借房借财务费用 贷房 贷应付利息的 因为你是溢价的 当初是溢价发行的 我举个例子 一千二 你发行 借银行存款 一千二 贷应付占据面值 利息调整 在贷发行的时候 那么你贪销 肯定从借房贪销 借房贪销 借财务费用 借利息调整 民息科目 贷应付利息 所以贪销的金额 等于应付利息减去 财务费用 这个金额是不变的 这个金额是不变的 利息费用 刚才推倒出 是逐期减小的 你越小 在它不变的情况下 它会怎么样 那它就会越大 所以逐期增加 再来看折价发行 折价发行 利息调于成本 是逐渐增加的 因为什么 因为要回归到面值 比如你是900万发行的 面值是一千 你要 随着每一期的贪销 利息 这个 贪运成本将会回归到一千 所以它会逐期增加 逐期增加的 那利息费用呢 肯定也是逐期增加 因为利息费用等于 期初贪运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刚才就说过这个问题 也是逐期增加的 那么 再来看 在折价发行的情况下 利息调整的贪销 金额又是怎么 它会怎么样呢 有同学老师一种对称的感觉 你看这两个下降 它上升 那你 溢价的时候 你是增加 那你 这折价不就减少吗 这不能想当然的 一定要根据 会计分路来看 大家想一想 折价发行的时候 借银行从来900 借利息调整在什么 在借房 那么贪销的时候才贷 所以呢 每期贪销的金额 等于什么 等于当期的利息费用减去应付利息 既然是等于这个 大家看 这个是上升的 这个是不变的是吧 应付利息是不变的 我们以分期负期到期还本 而且是固定利率 我们前面说了 不犯前面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不变的 这是不变的 那不变的吧 你这个金额 逐期增加 那它也会怎么样 会逐期增加 所以有这样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规律 无论是借价发行 折价发行 每个期间的利息调整 贪销金额都是逐期增加的 这个讲完以后呢 大家可以找一下 你在基础班课件学习的时候 做的题目 轻易上找一找主观题 它每一年都有 我们讲义上也有这个题 对 我想起来了 基础班课件里面 讲义上有这个题 五年期的呢 你可以把那道题 对照着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规律 好了 那么这道题就分析到这 相对来讲 是个综合性比较强的 虽然是文字题 但是难度大 这个难度比计算题 还是难度大 好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了一下 第七章和第八章的习题 那么下节课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